今天我要分享我如何画一小幅雪山的风景 构图很简单 也适合对试中试技法有一点了解的初学者 我已经将铅笔线条完成 勾勒最简单的轮廓就可以了 第一步我会先进行画面中所有浅色的部分 以试中试的方法进行 所以我们先替纸张平均擦上一层水 在水彩中我们保留纸张的白来表现亮度和光线 代表我们不要过多绘画白云的部分 不过我仍然习惯在底色 染上一些淡淡的颜色 并且我们要替云朵画上阴影 现在很难继续使用这么大支的瓶刷来创造一个比较小的造型 所以我该使用一支10号圆笔 现在纸张非常湿润 我画上一些云朵阴影的淡灰色 因为现在天空部分仍然非常湿润 这时候画蓝天,颜色可能会很快的扩散出去,糊成一片 不容易绘画造型 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我想可以继续用浅灰色往下面进行 画雪山上淡淡的影子 我们制造一些笔触,但是不要画太满 这些灰色调,我个人认为没有哪一个最适合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偏紫色调的灰 现在我回头来画天空 主要使用Ultimerine和一点深紫色 可以看到纸张仍然是很湿润的状态 笔触边缘是很模糊的效果 没有锐利的造型 就这样我们画蓝天,衬多出一些白云 不过白云也不是完全白色的 还有我们先前画的淡淡的灰色调 所以还是有一些层次 接下来我使用深灰色画前景没有被雪地覆盖的山 一些干燥的笔触会很适合雪景 这里我们留出一条道路 请不吝点赞熬 画主要的30可以放慢速度 我们不要一下子就画得过多 目前这里纸张还有一些湿润 所以我们笔内的水分就不要太多 否则会糊成一片 我们创造出一些不同角度的笔触 侧撇或是点 运用笔尖和笔覆 我通常会快速下笔 来制造比较俐落或干燥的笔触 用敲点的方式也非常适合 在白色纸张上效果非常的明显 现在主要的面积都完成了 我打算再T3增加立体感 使用淡灰色T局部整体照上一点颜色 同时也添加一些笔触 和第一层浅灰色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现在使用干画法 直接添加笔触 不是画在湿润的纸张上 这样会产生的是比较锐利的边缘 或是干燥的非白 再次看一会儿 这次看一会儿 再次看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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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这桌衫看起来比较有整体感了 我们进入到更细节的部分 细节不会对画面的结构产生很大的变化 但能带来更精致一些的层次或景深 我现在使用浓厚的深色加上一些更细小的笔触 这些笔触又和我们先前纸张湿润时的笔触有质感上的不同 我现在使用浓厚的笔触 最后我们再使用白色的不透明颜料点缀 我们先将天空遮蔽柱再进行敲点 再点缀几笔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一小幅雪山的风景 画面中我们要记得保留白雪的部分 让白雪和深色的山产生视觉上的强烈对比 但是中间的灰色调也很重要 用它来协调平衡整个画面 希望你喜欢这样子的练习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转发 点赞 转发 点赞 订阅 转发 点赞 转发 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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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段 to lunch